昨天晚上全网大炸锅的一个消息 就是香港艺人周海妹因病过世 而且这个事情其实从前天开始 就已经有人陆陆续续在传了 但是都没有人愿意出来证实 直到昨天晚上才正式官圈 这我就想请教年姐了 到底从11号到12号 这27个小时当中 历经了这个爆料 po文又删文 到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年姐今天还有独家的内幕消息 要来告诉我们对不对 这几个钟头来 其实大家心里非常非常的揪心 因为周海妹是她熟悉喜欢的一个艺人 然后她也是才57岁 所以她还很年轻 很年轻很漂亮 为什么会突然 之前就是说 除了有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之外 她没有什么健康上面的疑虑 然后也有活动也有参加 为什么会突然的就这样走了 所以当礼拜一的晚上 消息出来的时候 因为这个消息是很直接很突然 就说周海妹送医不治 就突然的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然后说什么助理 相关人员 电话挂断 或者说不接电话 大家心里就在打鼓 就觉得说 那不是真的吗 就是很害怕 田启文就在田击 周星期里面很多演出的 他就立刻跳出来说 没有 他只是好像人不舒服 送到医院 接下来就说 又有一个导演跑出来 就说他没有 他好好的 你不要乱讲 可是到深夜的时候 就是整个一直急转直下 就是说 有人就说 其实所有的讯息都不通 甚至于田启文又跳出来讲说 他正在就医当中 所以一直到凌晨 包括还有什么陈勋奇导演 也是说 他是在 人不舒服 有在就医 所以大家一直觉得说 他确实是不舒服 但是应该还是有在医治 直到昨天下午这样 一直所有消息都是不好的 就是没有人证实 说他目前的 就是说他活的整个状况 没有人证实 直到晚上六七点 七八点的时候 正式官宣来了 就是他的妈妈 就说谢谢大家 对他这个多年来的支持 然后希望他到天堂去 去做天使 然后无闭无痛 当下所有人心都沉了 你知道吗 就说是事实 周海妹离开我们了 五十七岁 那到底原因是什么 也没有讲 他说因病 没有办法救回来 所以他的死因就满天飞了 就有传出来 今天还有一个 很恶劣的事情 就是说他的这个 在医院就医的一个证明 被人家卖出去了 卖到网络上 这个是违反 就是这张图片 违反医疗法 他是讲说 他在家里这几天 是用呼吸器在呼吸 所以本来就 其实有不舒服 身体已经开始 有不舒服的状况了 然后到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就是说十一号 当天 礼拜一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是 就是说这个上面这张写 说已经出现有湿斑 甚至于就全身僵硬 所以到医院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呼吸跟心跳 所以就等于是已经走了这样 所以大家觉得说 那这个怎么可以出来 还有呢 他其实在十二月六号 也在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前 他的生日 他还po了一段影片给大家 希望各位大家 就是说我的粉丝们 你们健康平安快乐 因为他生日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时候 大家看他 气色其实还蛮好的 只是说 有一个怪怪的地方 就是说他有点僵硬 也就是说 就是很淡淡的微笑 然后讲话这样 轻轻柔柔的 没有特别的 好像很high这样子 活蹦乱跳 可是光看这个影片 看起来气色很好 很好 这才一个礼拜以前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相信 他就这样走了 因为他一个礼拜前 还跟我们讲说 我们平安快乐 好好的 怎么会一下子这样子 所以他到底是为了 什么原因而走的 他不愿意相信 接受这个事实 好 那你再来讲 就是说 这个家属 就是一直在讲说 他的原因 大家会猜吧 因为你不讲原因 所以在网络上乱猜 成一团 还有这个爆料 他们说会不会是因为 他多年来 那个红斑性狼藏 对 他这是跟随 他几十年的一个老毛病 但是他 其实前两年 在疫情的时候 他去打针的时候 他们说 姐姐 你这个是有这个特殊疾病 你还能够打针 他说我没有这个疾病 他否认 你们不要乱传 不然我为什么 可以在这边打疫苗呢 对不对 我没有 没有 就是说可能免疫系统 就是说会比较容易感染 那很多女生 就身体比较差一点 我没有红斑性狼藏 告诉你们大家 但是他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 他就讲说 其实我大概十多岁 少女时代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雪小板过地的问题 然后很容易淤青这样子 他从来没有说过说 我有红斑性狼藏 所以不是红斑性狼藏 造成他的死亡 其实他应该是间接否认 所以会不会是 因为我今天有北京的朋友 就是他们在传 就说应该是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就是因为他不是说 真的有 就是说在吸氧 呼吸不顺 所以又有 这上面还有写说 他有高血压的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可能高血压 再加上你呼吸不顺 然后加上北京天气 是非常寒冷 然后还有一个人居住 所以会不会是这样子 突然的 就是说这个血压的问题 再加上这个免疫力 突然引起这个心肌梗塞 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快 因为他的助理 也是每天都跟他在一起 他是好像短暂地离开 几个钟头 回来之后发现说 他已经这个样子昏迷不行 然后送医之后 是没有办法救回来 所以就是说 来得非常非常突然 那我北京的朋友 他们是在传就说 应该就是很可能是心肌梗塞 心脏就是突然 才会这么样的骤然离世 对 因为确实 我们知道 红白心脑肠 他虽然是你身体 自体免疫力会比较不好 但你终究还是要有一个 主要的原因 去导致说 你身体真的出了状况 那现在当然 年纪带给我们最新消息 是说有可能是心肌梗塞 有可能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来看 就是其实周海妹 他在过去的演艺生涯 非常的精彩 尤其他演活了金庸小说 这个《倚天同龙记》里头 这个周芷若这个角色 真的是让他成为一个代表作 不过其实 年纪 发现他的感情生活 也很精彩 对 周海妹 大家最有名就是 这个金庸认证的 最美的周芷若 这个戏上身职人形 你看这个样子 都像典一科智 俄眉派的这个 最美的这个掌门人 然后个性非常的 爱恨分明 可是他本人 你看从这个港姐选出来之后 后来演戏 爆红 在香港的 就所有的男神 都跟他合作过 那他出道到红的时候 才二十一二岁 就是很年轻就红了 当然就拍戏的时候 戏里面都是谈情说爱 谈谈就变成真的 因为他就年轻 然后就是 涉事未深 有时候感觉这个感情发现 可能是真的 对 又碰上这个超级大帅哥 薄豪的这个吕良伟 他们拍第一部戏 叫《小岛风》 两个人很可能都是初恋 因为吕良伟说 周海妹是我的初恋 两个人谈他谈他之后 就热恋 然后就瞒着家人 到拉斯维加斯去公正结婚 公正之后他才知道 可是你知道吗 一回来之后 又忙着拍戏等等 然后就觉得 两个人就觉得 好像太冲动了 就很多生活方面 各方面摩擦就出来了 一年之后 两个人就是决定要去 就是去登记离婚 后来才发现说 他们在维加斯那个登记 是没有效力的 可是你知道吗 中间又扯出来 黎明你知道吗 黎大天王 黎明这样也跟他有关系 对 因为就是说 他接下来就跟黎明还拍戏 黎明拍戏的时候 其实他们这个婚姻 应该是还没有完全 就没有讲清楚说 我要跟你分了这样 就要分还没有分干净的时候 虽然婚姻无效 可是两个人还没有说 说得很清楚说 我们两个撤了这样 跟黎明拍戏就传出来说 这个香港电影圈都在传说 黎明在追周海妹等等的 那你知道吗 两位听到当然很生气 大哥 我老婆 我还没有跟他真的分手 你怎么会追我老婆 听说了 就说吕梁伟冲去片场 对着黎明就一顿拳拿脚踢这样 就说痛欧黎明 吕梁伟痛欧黎明 当然事后人家在问吕梁伟 大哥 你怎么会去打黎明 这个事情不好吧 他说我告诉你 如果他开心 他快乐 我成全他 但是我并没有打他 就这样讲 可是说不愉快一定是有的 三角链应该是有 那么一个面膜在里面 好 我们再讲就是说 中海妹真的电力很强又漂亮 后来跑去日本拍广告 日本大明星在永赖正名 也传出来说两个人好像 这个如胶似青又传出这一段来 甚至于他帮这个迪生集团 做一首标广告 就说这个老板在追求他 所以所到之处 就是任何一个男生接触 好像就会擦出火花这样 就是电力真的十足这样 还有这些年来 他为什么在北京 这次过世在北京 他说原来他后来到北京去工作的时候 认识一个小他七岁的建筑师 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 其实前后十多年 只是说海妹就说 他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小孩就这样 但是前年出来的时候 他讲说我跟他分手了 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会 现在是说自己一个人孤独居住 是因为跟这个建筑师男友 十多年的感情也分手了 其实应该是蛮痛的这样 可是就说好吧 感情上面他觉得说我孤单归孤单 但是我自己过得非常开心快乐 甚至于人家有拍到 他自己po的 他自己开箱文 他自己的家里 他现在在顺意的这个别墅里面 你知道吗 这些都是他养的狗狗 狗狗住在这么大的豪宅里面 还有很多的这个 应有尽有这样 他们说狗狗的 做得比人还要好 他们就想说他这几年 虽然就说我们看 他作品并不是很多 可能他是有挑选性的 但是你知道吗 他经营房地产 因为大陆其实前几年 那个房地产是蛮好的 他也蛮有生意头脑的 就说在北京各地 大陆各地做一些房地产 其实他的收入 他的资产也累积到 他们一两亿的人民币 这么多 对 可是那倒有一个 八卦的一个网友 就是说一个八卦的一个主持人 他就说他活着 他的生活病不好 我去过他们家 他跟他那个内口子 就说只是他前男友那间 他们都窝在地上那边吃饭 不晓得他哪个眼睛看到了 所以他就讲说 你们不要被他骗 他其实生活没有很好 但是人家这个 这个不会骗人吧 这个房子是他真的自己的房子 对 我刚刚看到那个豪宅开箱 那豪宅很好玩 很好玩 他们说这好几百坪 价值也是这个 就是好几千万的这样子 所以他真的是 不想哪颗眼睛看到了 好 那我们再来讲就说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周海妹 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这是认证过的 因为我们有问过他本人 我在香港还访问过他 他其实有点阴阳眼 这个从他以前来台湾拍这个周子若的时候 他的制作人杨佩佩就有讲 就是说周子若就是不能住饭店 一定要住在他们家里面 他说因为他住在陌生的地方 或新的地方 他常常会就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会让他很干扰他这样子 甚至于他自己有讲 他在节目中讲 他说他在那个TVB拍戏的时候 他说他到那个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有个女人就抱一个娃娃这样过来 可是那是三更半夜你知道吗 怎么会有一个女人抱个娃娃 她不认识的人 他也讲过说他其实曾经在说 在饭店的时候晚上 就是饭店水龙头会莫名其妙地打开 然后又关起来 又打开又关起来 然后电灯会这样一关一面一关一面 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阴阳眼 或说他的灵异体质 其实蛮困扰他的 周子若就是说美的一生 漂亮的一生 绯闻跟随 然后到最后这样戈然而止 其实观众朋友粉丝是很难接受的 我看他有一个人猛 正界 商界 演艺界 跨界揭秘 重案 悬案 风机案 拍案 惊奇 新闻内幕 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 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失望王 真相不漏王